大門突然被打開 不過站在門口的並不是人類 而是一隻台灣黑熊 黑熊就這樣跑進基地台機房四處閒逛 而相同的畫面在四天後再次上演 黑熊四處查看還不斷翻動東西 發出巨大聲響 事情發生在台東海端鄉 加明湖國家步道附近 不過這其實是機房三度被黑熊入侵 所幸當下屋內沒人 也沒有造成機台設備損毀 林業保育署調查發現 這處基地台是由五家電信業者共構而成 事發後也已經要求業者要落實機房管理 和加強監控 目前電信業者也承諾後續會將 就是機房的大門進行改良 避免黑熊再次進入侵擾和破壞 其實五月份位在南橫的 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旁 也有發現台灣黑熊進入營地逆時的情形 為了避免人熊衝突 台東林冠處也立即採取營營措施 一度暫停受離向陽飲兵申請 林業保育署也呼籲登山客上山 務必要落實五橫山林 不要把廚餘和垃圾留在山上 才能避免黑熊聞到氣味前往步道區 不過這回機房一個月內遭黑熊闖入三次 米度相當頻繁 林業署強調後續也會加強監控 也請同仁注意安全 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